再来看到主机处最新的数据指出 上班族今年的平均实质经常性薪资 只有三万七千多元 低于十年前同期的三万八千多元 东兴时代上班族到底要怎么省钱呢 带您一起看看 电费 伙食费 手机费 每个月的必要支出 让上班族一个头两个大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超过九成五的上班族觉得薪水不够用 在这个动兴时代 上班族可是有一箩筐的省钱方案 像是这户月收入两万多元的小家庭 平均每个月的夏天电费 竟然花不到五百元 我们家没有装电视 没有装冷气 我们会看优惠店价这个部分 那每天的晚上十点过后 到早上六点半 其实是全台湾都是一样的 店价是最便宜的时段 那在这个时段 我可能就会早上早一点起来洗衣服 几点的话它可以 就是兑换一些超商的那个现金折家券 那可以就是说让我补贴一些餐费 一个月的话大概也可以补贴到五六百块左右 节省下来的薪资这个金额大概是三千一百多元 那三千一百四十亿元这个数字 其实等于目前平均薪资 这次调查来讲 大概是平均经常性的薪资 是月薪三万六千八 那等于为自己加薪了百分之八点五 根据主计处统计指出六月消费者的物价总指数 高达一百零五点八三 较去年同期上涨了百分之一 食物类年增率就涨达百分之二点二 创下二十六个月以来新高 在支出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人类银行调查显示 高达八成八的上班族会参加抽奖活动 上班族的省钱大作战 让小心水变大钱 在物价涨开销大的时期 民众或许可以试试 这些开源节流的小配包 新唐人雅台电视 卢天长赵腾日 台湾台北采访播导